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套股还有没有希望 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会在明天下午的这个课程 就可能会提到 首先声明一下 本报纸主要是在于学习投资分析的方法和技巧 不构成任何的推荐和买卖提示 任何人基于此视频的任何图片文字 以及观点所做出的任何跟投资相关的交易决策 所产生的任何风险和收益 与本公司和本人无关 风险子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KLCI的走势 我们先来从周线来看 周线里边上次我们有画过一张图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张图是这样子画的 我们再来画一下 这是一个向上趋势线 目前这样来看的话 其实上周我们在讲的时候 希望本周能收一个阳线 结果没收阳线 还是一个阴线 目前还在这个阴线以上 还在这个线以上 那如果说下周能收一个阳线 就还是不错的 如果下周继续收阴线 甚至还跌破了一张线 那基本就下去了 是吧 最好是不要跌破一张线 否则的话容易结束整个上趋势 然后从周线的 这个庄家资金来看 目前的情况就在减少 散户本周是没有增加的 基本上是有增加一点点 增加了一%差不多 然后它还是不能够突破前边的平台 还是不能够突破这个平台 所以最终这边还是阻力位 未来再往上冲的过程当中 然后通过一个彩虹 你看到刚好是在蓝线区域受阻回落 然后我们来看趋势网 趋势网这个主线也翻青色了 这是不太好的现象 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日线图 日线图当中呢 我们之前有画过一条线 之前有画过一条上方趋势线 那目前已经不在上方趋势了 所以这是要提醒大家的 目前开始走下跌趋势 在上周我们讲的时候呢 就是大概在这种位置是吧 然后目前这一段下跌呢 有没有结束呢 基本上是没有结束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看到 它的阳线只是单一的形式出现的 单一形式出现之后呢 就没有出现反转 没有逆转 在背舞的话就是低开高走 这个是其他时间没有出现过的 什么情况呢 其他时间都是高开 高开降高走 是吧 这样的情况 那这边是低开 一般情况下都是高开 像这种低开往上的话 我们可以看下面中下资金 并没有增仓 是吧 所以它能不能改变 这个趋势的方向呢 也都不好说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连续两个阳线 如果收两个阳线 才可能会改变一个趋势的方向 然后首先我们应该要去看的那个位置呢 就是近期的支撑位 应该在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 就是前期这个地点的位置附近 大概是1485点 如果下周能够撑住的话 就还有希望 如果说下个礼拜 跌破1485点 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双头 是吧 从彩虹角度来看呢 礼拜五刚好是跌破了 跌破之后呢 又回来了 回到这个第一条白线以上 所以说 在下礼拜二以后 如果说它还能站在白线以上 就还好 如果下礼拜二以后呢 它还没有回到白线以上 那基本上又回归到熊市当中 所以我们应该要注意它的风险 跟这边很像 是吧 从一个趋势的角度来看 我们发现 它的趋势呢 是完全已经转下了 毕竟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庄家也在明显的减少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不太乐观的一个情况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负习七零指数 那关于这个七零指数呢 它更多的是什么情况呢 其实上一个周 我们在讲它的时候呢 有去谈到啊 这个高点 这个高点的位置 这个平台的位置 其实这个平台的位置呢 就是没有过到是吧 没有过到 本周呢 出现了下跌 也很正常 那未来呢 同样也要面临着 这一边的一个阻力位 从彩虹角度来看呢 是在白线以上 还可以是吧 但是是因为没有突破平台 所以说呢 暂时的上升空间是有限的 然后目前看到 专家的依然是减仓的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非常清楚 能看到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日线图 日线图里边就是没有创新高 之前呢 它是会创新高的 创新高就没有问题 那么这次不创新高 又往下的话 就不太乐观了 这个要注意一下了 如果说我们简单的 用确实线来画的话 其实差不多要破位了的 是吧 下周要做决策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趋势的状况 然后目前已经是 跌破了这个绿线了 是吧 而且是跳空下来的 这种情况呢 很像那个科技是吧 科技跟手套 对不对 然后看大幅低开 然后呢 中间是明显的减少 对吧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个柱就马上翻轻色了 但因为这个线还是紫色的 所以是暂时还是一个 属于日常的波动 属于一个短周期的调整 一旦下周把这个主线也变成 下跌变成青色以后呢 就容易开启下样趋势 在不创新高之后 我们就应该要去注意 其实目前非常像 这个手套的行业 是不是 他如果说没有创新高的话 就容易往下创新低 是不是 这是七零指数 来看一个 小股指数 那我们先来看到的周线 那周线里边也是到了非常重要的阻力位 是吧 前进高点 已经连续两周没有创新高了 下面场价呢 在缓慢的减少 那从这边来看的话 目前还在这个阴珠一半以上 是吧 还在这个阳珠一半以上 所以这个还是不错的 所以没有跌破阳珠一半的话 还是有希望的 一旦跌破阳珠一半的 就容易往下走 然后从彩虹的角度来看呢 刚好是在什么位置呢 刚好是在百线的下方受压制了 所以说也很难能够突破 在庄家没有增仓的形例之下 很难突破百线的强阻力 通过趋势网来看呢 我们发现它上升依然是比较强劲的 只是庄家没有增仓 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日图 日线图 日线图里边基本也是到了非常重要的阻力位 是吧 非常到了 已经到了这个疫情下跌的cash的这个位置 很多人已经解套了 面临着是否套利的问题 是吧 是否跑路的问题 所以说会形成很多的抛压盘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任务 任务显示呢 还是在牛逐当中 只是说呢 它目前呢 是面临着前级高点的一种阻力 所以说呢 还是没有空间的 下边的吵架比例来看呢 基本上是在减少的 但是我们可以怎样呢 我们可以画一个上昂趋势线给它 那这个上昂趋势线呢 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上昂趋势线 那基本上本周五的话已经跌到这个位置了 是吧 下周呢将是决定这个行业会继续下跌 还是会止跌反弹的问题 下周一如果说跌破这条线就下去了是吧 如果没有跌破的话就开始一个新的上升 但在上升的时候我们要观察的是 下边的吵架是否有增仓 如果有增仓就更好了 那这个是关于行情的一种讲解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关于周五收盘的一个情况 通过周五收盘的盘面特征来看呢 发现账幅非常小 是账了0.03 其中时间上升的是388 时间下跌的是657 平盘的是432 基本上下跌还是下跌为9 多数股票在下跌 然后我也可以通过行业来看 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是下跌的 跌幅最大的呢是 Technology 跌了1.8 然后是Healthcare 跌了1.74 然后偶尔的还得上涨的是 这个 Energy 涨1 涨的比较小 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Technology 以及那个Healthcare行业 Technology 是大幅低开 然后高走 下面的炒价有所减少 上升的动能有所减弱 然后我们先来看它的周线 周线里边已经收了两个十字了 这个也不太好是吧 专家也在明显的减仓 收两个十字之后呢 一旦收一个阴线 我们就应该要注意了 收一个阴线的话 就是一个红之星了 然后索性目前呢 还是比较强势的 它还在白线以上 以及呢 它的趋势状况也还不错 你看它就是连续的红色是吧 在它没有出现青色之前呢 基本都没有问题啊 没有出现青色之前的趋势是没有坏掉的 那日线里边呢也是比较强势 我们看它虽然低开了是吧 高走了 但是它没有出现什么的 低开低走是吧 这种情况就是显示还是比较强势的 总体的下方趋势呢 依然是存在的啊 如果说你简单画一个线的话 不应该这么画啊 应该从这个地方开始 这样画是吧 还是在线以上说明的依然属于上方趋势 但是后边专家能不能跟上 就决定了 它是不是走一个长远的上升 对吧 然后从彩虹角度来看 但是远远的在彩虹百线以上 也没有动到刚才我们讲那个 轻线是吧 没有坏掉轻线 所以依然是比较健康的 然后接规券角度来看呢 目前是上升的动能减弱 庄家减少了 这边你可以看到 庄家比例的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减少 这是关于technology 关于这个healthcare呢 我们依然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先来看到的周线 周线里面呢 基本上收了一个平台是吧 没有创新高又创新低了 这种情况就比较严重了 下面的炒家比例明显减少 散户呢 基本保持之前的水平 庄家已经到76.74了 这个是比较少的一种纪录 通过趋者王的角度来看 也已经翻青色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它的日线图 日线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要面临一个上升趋势的一种考验 还有一定的距离是吧 还有一定的距离 一两天的距离吧 如果一两天之内能止跌到才好 一两天内止跌不了就不行了 那么下面的炒家是持续减少 目前已经是59.83了 已经是很低了的 完了之后你再看这个energy 看这个趋势网 目前你看它下降度能增加的是吧 下面散户是减少 散户增加 庄家是减少的 所以这种情况呢 比较容易能够 比较容易能够跌破前一地点 关于这些个股的话 我们今天不给大家看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发送股票代码 发送给我们这边 就可以看到了 对吧 或者说如果你是会员的话 应该大多数都有这个软件 是不是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看黄金的走势 黄金走势 不是黄金 还是外汇走势 免对码币 免对码币继续贬值 本周是贬的比较多的 然后通过下面 我们可以看到 资金还是倾向于流出的 从这边就开始了的 那么通过这个背离网 我们可以看到 中价资金流出是在这一周 其实在很高的位置 当时是多少钱呢 是4.089 目前是4.17 其实赚了7,8分 89分了 对吧 中间虽然有波动 但是说资金依然是流出为主 所以说我们最终呢 还是保持看空的一种情况 那么上周呢 收了一个阴线 本周又收了一个阴线 本周的阴线来讲呢 就比较怎么说 比较小 是吧 通过日线来看呢 海市侧头侧尾的下降趋势 是吧 完了之后呢 一直在这个穿在这的阶梯蜡烛下运行 所以非常非常弱 那对于马股来讲 就是增值嘛 是吧 最没增值 那这种事呢 不利益出口 是不是 不利益出口 我们再来看一下 硅金属里边的黄金 然后我们先来看来的周线 那周线里边基本上怎么样 还没有跌到这个板线上 或者说呢 还没有真正破掉这个阶线蜡烛 是吧 所以说暂时风险是可控的 虽然下面中下资金有路出 但是它整体当上的趋势 是往上走的 是吧 只要这次下来回调的地点 比这个要高 就还是上往趋势了 目前在周线里边呢 你看到 它那个是在修整的 是吧 是在调整的 然后我们再看它日线 日线里边呢 其实调整还没有到位 差不多要到什么位置呢 到这个白线的位置 是吧 白线位置呢 差不多是多少钱呢 差不多是1892 1892 差不多是这个位置 1890附近 目前它所运行的 其实属于一个收敛形态 对吧 是一个这样的 比较熟练的形态 这个这个是这样子啊 目前来看呢 就是下降的 就是波动的空间会越来越小了 对吧 波动空间小了 然后等待它往上突破 或者往下突破 至少目前来讲呢 就是刚好跌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支撑位 就是这个前移低点的位置 如果没有跌破的话就还可以啊 跌破的话就不太好啊 是这样子的 那么下面的这个大单流入流出的话 也看到 它属于资金代步的流出的 是吧 资金是属于流出为主 所以说我们应该要 注意一下风险 对吧 呃 待会下我们就是要看一下这个 中油啊 包括这个原油啊 是吧 原油呢 本月到目前为止 它是一个阴线啊 前面毕竟涨了四个月 是吧 本月是一个阴线 那么本月阴线的这个情况呢 其实在上周呢 周线里边也是个阴线啊 也是一个大阴线 已经要引起啊 这个我们的风险 风险意识是吧 风险提示 然后日线里边你看 真的是把正轨破掉是吧 第二天没有过来 基本上就下去了是吧 所以如果接下来 把这个子线也跌穿了 那就开始进入一个中短期的下跌啊 或者中期的下跌 那关于油气板块来讲呢 很多人总是想要去做一做是吧 它最近有没有赚钱效应呢 没有啊 你看它它也属于低开高走的 是吧 然后也出现卖出点了 然后你看一下 这种情况啊 白线这个情况 依然在白线下方 所以依然是弱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油气里边啊 油气里边比如像那个5210是吧 它其实是刚刚好第一天突破这个白线是吧 所以它是这样的情况 如果后面能占卖这个白线呢 就容易启动了 对不对 容易启动了 就看这么一个就可以了啊 那接下来我们看的是什么呢 看的是棕油是吧 棕油 关于棕油的这个期货来讲呢 目前依然在上升 不过它也顶上这个白线是吧 如果没有突破白线容易往下走 然后目前呢你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已经突破了一条线第二周了是吧 所以说有效性的进一步大家得到确认 对吧 然后我们先来看第二张图 目前来看的周线里边就有了一个方向啊 我们现在转上了 但因为遇到这个黄线 所以短线也受挫了 那么在日线里边跌的啊 白线比较比较多啊 基本前边都是在上涨的 对吧 白线就是跳空低开的头 那这个蜡烛组合呢叫青门大鱼 一旦下个礼拜一收阴线 确认这个青门大鱼的有效性 那后边就开始这个怎么样 出现这种下跌或者卖空的概念比较高了 那关于这个行业有什么好看的呢 就是这个KL Plantation 是吧 这个行业 Plantation的行业呢 目前没有什么太大的起色 专家也还是减仓的 然后股价也没有突破 上个月的新高 是吧 庄家也没有增仓 所以这种情况能不能持久 就需要注意一下是吧 关于Energy这个板块的话 就不太好了 我们要注意一下风险为主 然后里边有一些图形 比如说像5026是吧 还是显示比较强势的 我应该要去找群里边最强势的 这个板块里边最强势 逆势向上的这种个股 当然我们不是说推荐 我们是以思路为主是吧 要寻找一个率先突破 这个 彩虹白线的 率先突破的 就是这种情况 会比较可以 对不对 基本上差不多 就是这么多了 希望能对我们的投资帮助 有一点小小的帮助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影片 对你非常有帮助的话 请帮忙点赞 转发给你的股友 尤其是有投资 期货 期货新关的这种东西 如果他想去看一看黄金外汇 大金融这种事情 东西 你可以去分享这个频道给他 好吧 今天我们的 大金融投资周报 先到这里 下周见 下周见